在2020年中秋節來臨之際 藏族麵包師巴桑次仁在自己的麵包房召集員工 為在內地的漢族岳父岳母及親朋馬不停蹄的準備節日新意 巴桑次仁告訴記者 中秋節是中國最古老的傳統節日之一 希望在內地的家人品嘗到具有西藏味道的中秋月餅 也以此表達他對親朋独一無二的中秋祝福 像很多祝福的話 應該是独一無二的祝福 那是每個人心裡的話 會留下最重的印記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所以你看像夫妻也好 會想送禮物的話 肯定會選一個独一無二的 我覺得這個和這個月餅還是接近 我覺得現在這種感覺特別好 在巴桑次仁的麵包房裡 能歌上午的藏族員工們在製作月餅的同時齊唱祝福歌 他們伴著動聽的歌曲 雙手不停地把揉好的沾巴和特色餡料包進麵皮中 並手工壓制出帶有青柯碎等精美圖案的特色月餅 而在一旁的烤箱內飄出青柯月餅特有的香味 記者在採訪中了解 西藏多家月餅生產企業 與巴桑次仁的想法不謀而合 也準備了多款具有西藏口味的月餅 他們除了以青柯為月餅的主要原料之外 當地特產毛牛肉 松茸 人生果 奶渣等 都是特色月餅的主打餡料 而今年我們推出了四大類型的月餅 我們在裏面放了有牦牛肉餡的 松茸餡的 黑松露餡的等等 涵蓋了西藏本地的幾大特色的土特產 讓內地的以及本地的幾個人民群眾能吃到西藏特色的月餅 據介紹 為了讓更多的民眾品嚐西藏美味 自疫情後復工復產以來 這家企業創新生產當地特色月餅 以滿足廣大民眾的需求 在四月份研究粽子的時候 我們已經順帶把我們的這個月餅的內容已經研究好了 在六七月份的時候就大膽地去做嘗試試吃 當然今年也是因為疫情 我們生產的量還是有點小了